义根就乃第七莫纳事,第六,以第七为根,故也义根。 杂者夹杂,乱死是义事,此事于诸事当中,最乱最强,最难调腐,占了终无见者, 言突进义事,占然了之之境,终不可得。 终不可见,水众生很难平息,心的妄想,要想到找到宁静的一天,几乎不可能。 邪佛已经很困难了,不邪佛整天追求五一六成,心什么时候会平静啊? 什么时候会回归到理性?什么时候会回归到智慧的本来的面目? 这是不太可能。 众生的妄想是很难断的,如是指想念,不可意识顿托之故。 银河初心一直杂乱,不离之根,而树获原通之灾。 第下是简六事。 事件砸三合,结本称飞向,自体先无定,银河或原通。 现在是讲到,这个掩饰。 这个掩饰。 那么,这个摄理佛的掩饰,修行的过程,也不适合一般初学佛法的人。 事件就是掩饰。 掩饰。 掩饰怎么来的呢? 掩饰。 掩饰。 掩饰相对四生其重。 掩饰。 内耕外成四生其重。 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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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本,就推就它的根本来源。 其实是非相 意思就是这个四心分别 是虚妄不实的 它是一他起的 有根 根成产生中间的四心分别 是动荡不定的 所以四心分别 一不是根生 二也不是成生 第三也不是合合而生 合合共生 非根生 非成生 非合合共生 所以讲到这个四心分别 它的字体是没有什么定性的 就是四心这个掩饰 自体就先无定性 因合合或言通 因为它是三种依他而起的 三种合合依他起的 整句的意思 是我贯穿起来的意思 解释一下 说到这个摄理佛的掩饰修行 它是由根成相对 四生其中三合合而产生的 结本推就其根本来源 其实是不是真实相 因为它是虚妄 不实的四心分别 既不是根生 也不是成生 也不是合合共生 用这个四心 不定三合合而生的字体 首先谈到掩饰 它的字体性就不存在 所以本来就不定性 因为是合合而生 一他起而生的四心分别 不是正如自性 为什么用这个 三合合而生的四心 掩饰来作为初心的修行 这个是不适合的 因为它是不长 不长痕的 四心分别要根要成 才产生的 这一段是简六四 是经处以六四为生死根本 不可一直错误修行 所以以舍饰用根为经指 为这本的宗旨 而诸圣制成元通 仍被六四 尽圣性无不通 密顺及方便 此处文殊而复减去者 正以初心入三昧 此处不同伦 一 舍利弗掩饰 因掩饰而欧陆者 事件应云见识 见属于掩 就是掩饰 杂三合者 根层相对 事生其中 能所合说者 乃掩家 随念分别 外对射程 内对掩根 中间诈现 这个诈就是 不是诈骗集团 是忽然的意思 就是世心的很不定 中间忽然产生了 世心分别 这个世心分别 它只有十五 随念初略分别 是为掩饰 953页 以能一 智体 以能一世之智体 而所一的 这个加 以能一智体 中间加两个字 是 以能一世之智体 现在讨论到是 怎么来的 是有没有智体 没有 而所一的根 根层 故也 杂三合 若论到 是 所一之体 其实不存在 因为它是由根 根层 然后 产生中间的 世心分别 动荡不定的 它不是永恒的本性 结本 称非相者 其所生之事 结起根本 无所从来 一者 不从根层 为根 无成 不知身故 二者 不从成生 设成无知 非生是因 三者 非根 成 合合共事 根是有知 成是无知 因所生之事 一半有知 一半无知 今者不然 所以 集体 虚妄 不是 世心 记得 妄想 动荡 世心分别 全部都是虚妄的 你今天说的 就是错用心 用妄心 修行 用真心修行 一刹那之间 就渐行 用万心修行 百千万劫 摸不着门 称为非相 自体 心无定 这个世心的自体性 心无病性 银河初心 依此不偿之事 而树获 原通之灾 心文 动十方 生意 大因力 初心 不能入 银河 获原通 这一段是指普贤菩萨 这普贤菩萨 是何等菩萨呢 就是说 说到普贤菩萨 心文就是 耳世了 说到普贤菩萨 用耳世来修行 而一刹那之间 能动策十方 所以 他是出 生就出自 以九眼节来 大威德力 大因力 意思就是 他是身为菩萨 对浅的 凡夫 都更不用讲 不可能 初心是不能入 的 银河 获原通 再讲一遍 说到普贤菩萨的耳世 其实 能 耳世的一刹那 就能 动策十方 那是因为 出自于九眼节来的 大修行 大因力 三位菩萨 才有办法 初发心 是没有办法的 银河 为这个 初发心的人 来 用这个 不可能的 来 作为 初发心的 原通的修音 所以应当放弃 二 普贤菩萨 耳世 因耳世而得 侮辱者 心轮就是耳世 能动策十方 言文无碍者 此皆生于 修法界恨 大因威力之所 成就 非耳世 智能有如无事功能 希是 久修的 身为菩萨可得 身为就是久修 银河出心 一十九远之音 九远九修的菩萨 而能俗获言通者 鼻响本前击啊 指令 色心柱 柱成 心所柱 云和 获言通 这个顺托 南陀 是观鼻端摆 这个鼻端摆 这个观想 本来是 前击 是前巧 方便 随顺机 的 鼻响本前击 指令 色心柱 注成 心所柱 云和 获言通 说到这个顺托 南陀 鼻端 观鼻端摆 这本来就是一种 前巧方便 随顺机 指令 色心 色 底下加 散乱 色其散乱心 然后 心的底下加两个 令 赞助 指令 色心 指示 令 色 其散乱心 令 赞助 赞助 然后 助 诚心所助 助 顿点 助 顿点 说到 助 助 既有能助 这个助的旁边就写能助 助 顿点 助 既有能助 诚心所助 后面加两个是 知敬 既有能助 知心 那么 这个 鼻端 变摆 变成 诚心所助 之境 那 助 诚心所助 能助 既有能助 之心 这个鼻端摆 变成了 诚心所助 之心 变成了 心所助 之境 本来要观鼻端摆 那你就变成 又变成一种 执着之境 迎合 或言通 整记得贯穿起来 再解释一下 说到顺头 难度 观鼻端摆 这本来就是一种 前小方便 随顺 机 只是为了让你 散乱的心 暂时 设了散乱的心 领得 赞助 既有能助之心 这观鼻端摆 就变成 诚心所助之境 所以 诚心所助之境 一气要念下来 诚心所助之境 变成了 心所助之境 迎合 或言通 第三 顺头的南陀 鼻识 因鼻识 而误入者 鼻详者 以鼻端 做 观白之想 本前记者 本来 前巧方便 随 机遗 而涉 非鼻识 朋友 鼻识以分别 相处为用 刺激 及其前世之意 只令收拾其散乱心 令得赞助而已 三句说 既有能助之心 则逼端摆 即称所助之境 该真心无助 迎合 初心 一次有助之心 有助之心 而 树获 原通 则逼端摆 剩下一点点 我们把它讲完 再耽搁大家几分钟时间 九百五十四 说法 弄英文 开悟 先成者 明记 非无漏 银河 或言通 那么这个 是指 胡罗那 米多罗尼子 很会说法 便才无碍 说法 就是舍士 弄 音声 它是 搬弄 这个 声音 还有文字 语言 这个必须 要开悟 在先 开悟 先成者 胡罗那 米多罗尼子 就是 旷节 都是便才无碍 才有 今天 意思就是 说法 弘法 立身 大物 弘法 立身 便才无碍 不是今生今世 而是修旷节以来的 菩萨恨 才有今天的 成就 非一时 蛇式的功能 名声 俱声 都是有违法 这个名跟俱 这是有违法的 并不是无漏法的 银河或言通 整句的意思就是 说到 弗洛尼 米多罗尼子 用 蛇式 来说法 搬弄 种种的音声 文字 语言 这个 得到 无碍变才 必须 要 旷节 开悟 在先 先有成就者 然后 今生今世 来视线 为佛的弟子 它不是 一时 蛇式 就有 这种功能 说法 不是名声 就是俱声 这些都是 有违法 并不是 无漏法 这些只是名相 不是本性 银河或言通 第四 弗洛尼 蛇式 因蛇式 而乌鲁者 蛇式说法 唯一是 般弄 因声 即以 语言文字 而弗洛尼 的大开悟 曾阿罗汉者 乃是先 所成 旷节 便才之力 所以能 如是而 非一时 蛇式 功能 以名声 俱声 以及文声 乃不相应 刑法 有违法 所涉 非无漏法 因何初心 一时有违法 而树或言通 之哉 此饭 但树生 非生 无所树 言非 骗一切 因何 或言通 这是指 幽伯的尊者 此饭 但树生 你能 耶稣这个生 没有这个生 你没得耶稣 也不是说 你是耶稣生 可是你没有办法骗 骗一切 内心你怎么耶稣 对不对 口你怎么耶稣 非骗一切 因何或言通 第五 由不利 因生事 侮辱者 慈犯者 取 言 杀 道戒 一令清净 不时有犯 但能耶稣 生事而已 非生事之范围 比如说 妄语 其意 恶口两舌 则生事 无所从述 是善不能 骗一口 跟义 内心起贪生痴 你生 是不动 但是内心起贪生痴 这个意义 还是不清净 旷夫 菩萨 清净 律云 来自八万世 行一切法门 也 故业非原非骗一切 凝何初心 依此 不骗法门 而树获原通 则哉 执掌书 问您 由不利尊者 执生 赤地执行 记得通力 通力就是受用 今为何 云淡树生 答应 此业初心而言 出发性的人 大凡初心 持戒 先断 迎杀 道 忘 忘 有可还 而罪 以急着 为扬杀 道 但是执心 就是执持之心界 承难 确实很困难 要执持心界 就是不动念 确实很困难 凡夫疏直 哪一个没有动到淫念 没有动到杀念 没有动到道念 很难 所以必须先生 是树生 所以生是不起 斜绝 离于二处 自然无负 迎杀 道 是 是为树生 自若心动 心动 那么 这怎么样 就迎杀 道 这击 击就是念头 心动 如果你松心 动到迎念 杀念 道念 口出这个妄言 其一等 非不易断 不是不想断 但非生事能持 但不是只有身体 可以有办法持的 要下心地的功夫 因为心界要下心地的功夫 人不敬 皆然 没有办法 不敬就是 一般人不是全部都有这个能力的 意思就是 人不敬难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此持戒的 没有办法的 人不尽皆然 玻璃 岂能 依此 入圆 如果 你要想修行 用幽不离 这个身世 身根 身世 来修行 怎么有办法 入圆满 最后三分钟 九五 第四行 神通 本素因 和观 法分别 念缘 非礼物 云和 或言通 说到这个大不 木剑年 本 素 素因 它有素是来的 所以 今生今世 有大根气的 有大力根的 其实都是前世的 在座诸位 你们也不晓得 修了多少万亿事 今天 今生今世 坐在文书讲堂 来听这个 嫩言经 因为你们是上根 立枝的 懂得 要 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你要 痛改前非 修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没成道 为什么还能轮回 对不对 为什么 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 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 神通 本是素是的因 和观 法分别 法分别就是意思 法分别就是在法成上 所取的分别 就是意思的意思 和观 第六意思 和观 意识的法成的分别 目见人的神通 本来就是素是 大修行人再来的 和观 以你 今生今世 用意识 去分别法成 念言 非离物 我们这个第六意思 妄想 很麻烦 念就是念念 言就是向外攀岩 念言 就是念念 向外攀岩 非离物 没有办法离开 这个法成 离开这个法成 因为大目见年兄 意识修行 意识就没有办法离开 物就是法成 非就是不离 不离法成 因何或言通 那么 念念向外攀岩 则有 离法成 则武 念念向外攀岩 则有法成 离法成 则武 所以一下子 所以一下生 一下灭 所以非离物 没有办法离开 法成 整体的意思就是说 说到大目见年的神通 本来就是 术士有大修行 大善根 才有办法 向大目见年的意识修行 无关于这个意识的法成分别 法成分别 他念念向外去攀岩 言外成 则有法成 离法成 则武 所以不是 可以离开法成 而独立存在的 那因何或言通 六 大目见年意识 因意识侮辱者 不可测度 为之神 自在外 为之通 大目 目年 神通 虽有玄士 负战 星光发宣 就其身本 乃素因九秀 所以义佛文法 即得成就 是之其有由来 就大有来历的 又来历的 何观 意识之士 法分别 就是意识 因为对法成上 所起的分别 念念攀岩 即以何法成则有 离法成则武 所以念 言 非礼物 念念 往外 攀岩 而有法成 就是没有办法离开 这个法成 失生 失灭 迎何出发心 以此攀岩 忘事 攀岩 外在的 外延的忘事 而想 束获 元通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应当放弃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单个的大家 现在五点四十分 下个星期 不是下个星期 十二月三十一 来上课 十二月三十一 请带两本 两本来 一个是讲义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意冠 麻烦 一定要带来 千万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 回向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萧摘在座 作为法师 作为护法 即是大德 回向 本讲堂 小载点灯 及亡灵 排位 八度者 回向南陀 仰德参世 纳古他一切亡灵 回向花莲 活兴世 纳古他一切亡灵 一起念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物无声 不对菩萨为伴侣 下课 啊